字幕作词 李宗盛 沒問題,下去吧 好,歡迎大家收看本土最前線 阿輝又在這裡 你可以修理你的頭髮 經常蹬腳 因為剪掉了 對,那就… 有點稀疏 收斂一點,不要說稀疏 一向都很濃密 好,本人今天上了庭 第二次上庭 之前好像8月30日晚 8月29日晚 被人拘捕了 出境的時候 那時候又拘捕了暴動 試完一張上水的暴動案 拘捕了 戰略上了庭 今天再上庭 控罪現在變成非常集結 集境姐 是,集境姐 姐 你說我姐 好像意思 沒那麼嚴重 那現在不是暴動 現在我看的數字 那個頻道 就叫做 關注被捕者 類似的 是 他就說 現在被告暴動 人家有500個 即是508個 好像 而判刑的 可能進了獄 去了那些什麼 更新中心 勞教 那些都有23個 六座又來 拘捕又拘捕了6000個 本人是其中一個 就是這樣 那我就繼續保釋 押後要去到1月29日 好像早上9時半 好,很厲害 就是這樣 然後去到粉嶺那裏 應訊 不知道會怎樣 Case沒有說 沒有評論 律師 那好了 那說到這件事 就剛剛見到 星火有個活動 是 那一個題目 就叫《無妄瑜伽》 即是《魚蛋革命》 支援反送中 聖誕的首項活動 那咖啡店Holy Brown 即是他的地址 在中環斯坦尼街 22號 就有一間café 就叫Holy Brown 他就說那天會免費招待各位的同道 以及移賣抗爭小熊 即是熊啤啤的公仔 是 甚麼時候 明天 在12月7日 星期六 12月7日星期六 即是這個星期六 是 沒錯 這個星期六 隨便理解 12點到6點 下午12點到6點 同一時間 會在那裏派聖誕卡 和心意卡給大家寫 寫不知就寄進去給一些意識 是 很有意義 瓜幫手 我自己也是被捕人士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人 譬如今天有人來聽審 有幾個陪我走 送我回去火車站 都很開心 都很溫暖 是 即是有人支持 聲援 心靈上很重要 是的 我們看到這幾年都看了很多 即是由魚蛋開始 尤其是 其實之前一直有很多政治檢控的個案 即不是說這半年 有很多 而魚蛋有很多人進去坐 我們看很多 其實以前是沒有人理會的 即是那些人被人過了一隻 沒有人理會的 那是有一堆退休人士 那些阿姐、師奶 那些是經常去聽審的 即是每一次都會出現 那是很大的支持 那如果沒有他們 那很慘的 即是沒有人理會的 即是隱瞞的 即是隱瞞的 所以大家的這些支持 對於一些被捕人士 或隱瞞者來說 其實 即是不可以說幫很多 但是你幫幫是很溫暖的 你不幫他就很慘的 也是一種心意 所以意思是大家的支持很重要 大家留意一下 那現在有什麼好說 即是講講這個潮流 全球的潮流 這個節目 本人早在這個 老廢又重 本人早在這個 老廢又重 是的 本人早在兩三年前已經講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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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中必然會 美中的關係必然會 升級 成為這個冷戰格局 OK 另外 另外就是 這個 這個冷戰格局 是不單止美中 而是陣營級的對峙 即是歷史重演 是的 即是以美國為首 即是說冷戰的 就不單止是兩個國家 是全球的事情 沒錯 即是那種冷戰 即不是男女朋友那種冷戰 即是世界級分兩種陣營的冷戰 不過西方陣營就達馬很多 我小時候讀歷史的時候 即是中一、二的時候 會讀到的 冷戰那種 冷戰是甚麼 即是冷戰 即是大家不聊天 吵架 都沒有甚麼特別 究竟說到好像很大件事 即是從小到大讀歷史 看電影都會覺得 即是會有冷戰這個題材出現 就說到很大件事 其實很大件事 其實也挺大件事 因為其實冷戰 你聽起來簡單來說 就是兩個陣營互不來往 老死不相往來的感覺 即是在不同層面 譬如這個軍事層面 就不要說不相往來 甚至是對壘 對壘 對壘 那經濟就不同 即是有一個經濟活動 OK 文化上面就斷絕你這些 留學生、學者的交流 這個科技的交流 即是很多個範疇不同的斷絕的往外 甚至乎是一個有敵意的對峙 這樣可以稱之為冷戰 那現在中國和美國是未冷戰的 暴日冷戰 因為這個美中的貿易談判 是必然談不成的 那反過來來說 現在他們有很多交流 即是很多 是很多交流 學術交流 科技交流 軍事 至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其實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交流 日漸頻繁 當然1989年的時候 因為中共 對於中國來說 風波 對 有一個血腥的鎮壓 西方國家就制裁 但是接著就是經過李柱銘 香港的商人 政商界 是的 這些中國人 在港的中國人 很努力的游說 即是飛去美國游說 是的 說服美帝 打破了這個制裁 尤其是董建華 就是這類 董建華這些香港的商人 那些富士 當然就是他當了特首 之後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要維繫中美之間的關係 要拿一個平衡 因為董建華本身 他的世家 就是和美國有很多的關係 所以也是幫中國 在美國去建立這個情報網絡 我們看到何志平 就是陳雲那個 舊上司 何志平 陳雲根 對 陳雲根 那個老死 陳雲就是中共元老 是的 陳雲根的舊上司 又被拘捕了 在美國做間店 就是董建華的人馬 董建華就是和美國的關係很深 也很熟悉那一邊 是 即是有很多善人 和所謂親華派 或者知華派很熟 如果冷戰 美國和中國斷絕羅往有什麼問題呢 中國這麼強大 是嗎 緊爽啊 石筆爽 爽啊 遲些 有什麼問題 其實對美國來說 沒什麼問題 真的 這個是真的 你看到 加關稅 又不買中國貨 是嗎 特朗普 美國好像經濟都很好 恩恩向雲 是不是 即是 不要說是很爆炸性增長 起碼餓不死美國人 是不是 好像都沒有什麼事 中國就好像大劑 不是啊 都好像很好啊 不是啊 官方都口很硬啊 經常都說OKOK的 都不是的 你沒有外國豬吃 又有豬瘟 是不是 那你大豆又不買 那連那些 大豆就餵豬 是啊 你連那些大豆 用來餵這些俄羅斯瘟疫豬 大豆都沒有 那就糟糕了 那現在就沒有豬吃 是不是 然後又 這個 即是停止貿易對於中國來說 其實是很嚴重的 那當然啦 其實大家要知道 就是 其實很多 中國現在自吹自留 自主原發的一些技術 其實都是偷外國企業的 是啊 即是強制你這個技術轉移 換取這個中國市場的 即是你進來做生意 你就要分享你的技術 是啊 那現在就 這個阿侵仔 美帝那邊就 逐步封鎖 其實對這個 中國的企業 即是華為那些 甚至是 甚至是 甚至乎之前 吹豐就說 小米那些 都是頂級的 科技 一些民企 或者是 國企這樣 其實國企的制裁 其實之前都有的 不過 就不明顯了 但是現在就會頻繁很多 即是那個 封鎖的程度就會高 是不是 這樣 而這個 很多人呢 特別是蕭先生 經常都說 就在那裡說 就來談得成了 就來談得成了 這個協議 因為他的那個假定就是 談不成兩邊都有損失 大家應該 作為一個國家級的領導人 應該是理性的 應該不是為喘氣的 但其實他這個 assumption是錯的 其實彼此 都不是為喘氣的 其實是一個 很冷酷的利益計算 因為中共知道 如果答應了美國的 一些很重要的 很 fundamental 的要求 包括是什麼呢 包括就是改革這個國企 和這個更加大程度上 開放中國市場 給外資進入 對他來說 對他那個政治的控制 對社會的控制 是致命性的 是吧 因為沒有了 因為國企雖然 所以說 只佔中國經濟貢獻的百分之四十 其實也很多 四十很多 對 下一半 對 其實民企的控制都很強 很厲害 有些政策 還有一些公平競爭 對 就一定會廢下你 即是說電訊事業 即是一些很重要的基建 即是一些國家命脈的生意 就會被人打擾 電訊為你要控制你的網絡 審查 你怎樣控制WeChat 怎樣控制人家說的 怎樣電人家的帖 電訊商如果你真是公平開放 給所有人進來玩的時候 那你就沒有這首歌仔唱 就控制不了 變成經濟方面影響到政治 尤其是金融 尤其是金融 這些很關乎到 有一個叫戰略價值在裏面的一些學業 一些主要的學業 其實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性 是的 即是譬如剛才所說 我控制不了WeChat 已經麻煩了 控制不了朋友圈 開一個Telegram 接著說 我們搞事了 那就糟糕了 譬如說中國移動上不了 就用美國什麼TT 這樣就糟糕了 而且如果你說要開放公民競爭 譬如說Youtube這些 他也會死定 對呀 散到很多反華資訊 Google YouTube 如果你說要公平貿易開放 那百度就糟糕了 那我們的科技公司應該可以進入你的國家做的 即是喂 你百度 你那些什麼小米 可以進我美國做生意 是吧 但如果是我Google 我那些iPhone 什麼鬼的 那些 我又不會進入你中國 那裡 對呀 那要公平 開放 開放就糟糕了 那些人一Google打8,9,6,4 會不會出來了 然後還有 他說打了習近平 原來他的女兒是什麼美國籍的 這樣就糟糕了 控制不了網絡的時候 很多東西控制不了 所以美國的前提就是 其實阿瑪低想的就是中國改革開放 真正的改革開放 沒錯 其實他的agenda一向都是這樣的 而中國當然是不想 也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是足以亡黨的一件事 亡黨亡國 不是 亡黨就不會亡國 但是如果他 開放了就亡黨 但不會亡國 不開放就亡國 就亡國 不亡黨 對呀 因為國就死 因為他跟美國撕破了話皮 他經濟上沒有了發展的動力 或者慢慢經濟衰退收縮 死的只不過是中國人 那麼習大大就沒有事 即是禍死人 對呀 就不知道 可能先進了 進步了 文明了 即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就不會像這個上世紀 六七十年代那樣 那樣是饑荒 大藥醬會餓死人 我覺得不出奇 歷史是不斷重演的 即是幾千年前有饑荒 一百年前都有饑荒 會因爲中國人的劣根性 令到有機會出現 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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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倒是震壓 對於你死的人 也會少些人欠食 也是 中國沒有所謂 即是他現在在香港 放些化學武器 吹雷彈 其實都是 可能他都知道 即是有計算 你猜他不知道 可能他開始真的不像 但現在知道 更好 放多些 是啊 所以其實這個 交易我個人 就十分之不看好 因為你之前不斷說 啊 有機啊 其實說了多久有機啊 都不知道 早一個月前說 差不多到最終階段了 差不多是細節條文上面的東西 差不多 第一階段 但是到現在差不多 就是到聖誕都未簽 然後阿鑫好像說 可能等到選完再再簽 對 那現在要催催到選完再再簽 其實他這些吹風已經吹了一年了 是嗎 聊了多久 聊了很多次了 他每次都說 我們又進展了 我們又準備下一輪的部長級會議 即是經常都這樣說 他說好好朋友 我們聊得很好 然後又不知道怎樣 又不行 不行的 這個是一定不可能的 因為是根本的利益 是的 即是一邊 我美國就想拿你命 即基本上他的決定就是拿你命 而中國當然不可以讓你拿你命 其實就 他可能真的未必真的有一個 political agenda在後面 可能真的以Donald Trump的一個所謂想 make a deal的心態 可能他真的想 make a deal 那就可以怎麼說 發大財 是的發大財 即是可能你那個中共能否控制到 或者是會不會影響你的穩定 可能是這個side effect來的 即是他本來就不是想弄壞你中共 而是我本來就想賺你的錢 是的 我賺你的錢會拿你的命 沒有所謂 是的 順便 即是拿不到你的命 其實我不在乎 我純粹是想拿你的錢 那中國當然又不可以讓他拿他的命 不會讓他拿他的錢 是我這樣看的 好了 但是之後呢 即是你說說陣營 現在說美國而已 還有其他國家 當然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當然是一些白人 基督教、耶教文明的國家 英語是國家 英語是國家是第一個 tier tier one 即是你看到現在可能本身是 比中國滲透得很厲害 五眼聯盟 非常之在西方國家裏面相對或者非常親華的 這個澳洲 現在都十分之警惕了 即是放很多風出來 好像有些新的風 之前就爆了單料就是說 一個間諜投誠 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就不太近的 這個就 我還有一單是再近一點的 就是說呢 有一個澳洲的州參議員 那麼呢 他就在五年前呢 就被這個中國的政府 是非法拒禁 差不多一個月 然後就勒令他交出澳洲政府的 Blackberry的手機 說了密碼 說了密碼 進入別人的系統 在那裡的電郵 那麼呢 就 困了差不多整個月才放他 那個州 是中國那裡的 這件事 在中國發生的 難道是澳洲呢 未必去到那麼大膽的 那麼那個州的 議員呢 就是華裔來的 是的 那麼就 那時候他已經是議員了 是啊 那為什麼他現在才爆出來 現在才爆出來 這個位置真的很難 為什麼現在才爆出來 是誰爆呢 他自己爆 是這個澳洲傳媒放風的 就是報道的 那你就會想到 為什麼這個時機來得那麼有趣呢 我不是很明白的 那個時機有什麼問題 那個時機就是 適逢這個 又有間諜投誠澳洲 爆這個 中國滲透各國的 這個一定是澳洲的官方 就是容許他放出來 當然這個 肯定不是 就是不會亂說的 他放得出來 一定是他自己核實了 就是澳洲政府自己核實了 覺得他說話有可信 才會放出來 而且他放出來一定有意思 或者可不可信也好 澳洲政府容許他 大肆接受一些 國際知名傳媒的採訪 去說他那套故事出來 其實這個呢 都十分之有趣的 其實 你不要理他 這條人說的故事 是真還是假 總之說出來 就是要表達 起碼大家會去想 有可能會有間諜這件事出現 是 有可能真的操縱了很多 那個說辭就是 中國現在派很多間諜 通過學生或者教知識分子的身份 去滲透西方各國 就是你帶到這一點出來就可以了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 起碼有這個可能性 那些人會有這個想像的空間 其實不是一個可能性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我覺得是對於普通的民族 就是對於遠在澳洲 一個普通的澳洲人 他一定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一個警覺 他應該沒有想過 中國的東西很便宜 可能說到這樣 很大很多人 但他沒有想過 原來中國會收買你的人 會滲透你 即是他們沒有想過 真的會走進來 就是建基建 然後你的華為的東西 收買你的政客 還要禁錮 這些是超越他們的想像 就是普通的一個澳洲人 所以澳洲已經在諮詢 2020年 諮詢立澳洲華人的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他現在開了諮詢期 應該是2020年的一月尾 就是截止 那個諮詢期 這麼短的? 這些事情很緊急 美國通過這條法案也很快 其實又可以說回 美國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實質作用在哪裏呢 當然大家都很開心 過了這條法案 亦都會有人說過了這條法案 然後呢 那怎麼辦 如果過了這條法案 你不要期望 會不會有些短期內 有些翻天覆地的轉變 即前線的人就是這樣擔心 即是他擔心那些人會有一個妄想 即是我們也是要繼續抗爭 當然 警察今天都還在打人 是的 今天都在抓人 還在抓人 有個小女孩被一個臭蟹 警察 坐著 坐著頭 正是臭蟹 是的 所以就不要太指望外國 因為其實他那個法案的條文 就說 在這個法案通過之後的180天內 就提出一個 suggest一個 行政當局 是的 的一個制裁名單 或者是給一個 關於香港是不是有足夠自治的報告 review 180天 即是三個月 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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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所以這半年難道等不到嗎 當然還是要靠自己 但是 那就是沒有用 不是的 就給了一個藉口 或者是一個工具 給美國政府行政當局 是去震懾也好 甚至真的制裁一些 所謂的賣港的這些共官 那這個也是一個步驟 就是外國戰線 一定是比較漫長一點的 因為他們外國人 他又不是生活在香港 是的 他為什麼要跟你著急呢 是的 別人在彈劇總統 搞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別人遠在天邊 所以都不會說很快 很投入地去幫你搞這麼多事情 因為他 只要美國人 你才是香港人 難聽說一句 你死多幾個人 其實他可以不在乎 是的 當然 這個 不過我們短期內 是看不到一些 即刻的效果 實際的事情 但是很明顯就是 國際遊行 即是那個風向 美國在大風向 是啊 當然 所以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 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始終都是要 邊打邊等時機 我覺得這個重要 現在澳洲都說 立這個人權民主法案 可能是因為美國先 即是美國它是有一個牽頭作用 一向都是 連意大利 你看今天意大利 國會一次通過 要調查香港的警報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這些 叫做小國 金珠四國 歐珠 歐珠 他是I字頭 因為意大利 意大利一定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我之前看TVB 有些節目在那裡介紹 這個就是一帶一路國家 意大利 即是連意大利也有這個情況出現 日本也有 日本好像有些群眾說 日本國會應該要考發美國 立一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即是已經是短期內 因為其實它美國那個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有一個條文 一個寫道就是 希望盟國都能夠跟隨 是去訂立類似的一些法案 去支持香港的民主發展 或者保障香港的人權 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其實 很老實講 西方國家一定是看美國頭 你美低有動作 那它就跟 沒有動作 它又不敢自己先走 因為為什麼呢 槍打出頭鳥 到時候我做了些事 惹了中國 沒有人跟 或者沒有人跟 或者美國不是這樣想 不會這樣做 只有自己一個 傻仔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現在美國先走 那現在美國先走 那就跟了 真的過了 現在簽了 對 正如這個冷戰 美國說反台了 其他就反台了 即是不要說看到 英國 即美國就制裁華為 英國或者德國 就說不跟 其實呢 遲早都會跟 你可以非常放心的 我覺得德國 都是這些 古怪的 我都是政治技巧 就是說我們不會排除 你都可以照照標進來 那你照照標回來 我就不受你 即是我不選你那份 那份也可以 當然 還有很多 間接之的做法 對 我想德國的角度 就是我擺明的 就知道 我們都知道 叔叔阿嬸都知道 華為不安全 德國也不知道 所以他這一刻 就不想得罪中國 我知道 因為德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 是非常之緊密的 是超級緊密的 是 關係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 德國是推不了香港的 即是一個關於香港的法案 即是之前有人做過 是德國 但是完全是推不動的 是德國 因為政界是反對 即是那些大黨全部都 都沒有說反對 但是他不支持 他不幫你做這件事 但是好像只有六黨 一個黨 去幫香港人去做游水 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基本上 他所有主流政黨 都沒有真的出聲 沒有真的幫 沒有做些什麼 這個是比較tricky的位置 德國比較特別 但是呢 現在公道說一句 就是德國 在香港的事務來說 它出聲是比較多 在整個歐盟來說 德國出聲是最多的 在過往 畢竟他是歐盟的領導地位 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說 他的口位而實不至 都不是的 起碼收了 對 對 對 德國人似乎是想暗地去做事 即是他所有事情 他表面都會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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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他都沒有說 要跟你作對 即是暗地 正正地收了 那是人權問題 正正雞 不要跟別人說 對 正正地贏 對 反中我不需要立法案 反中而已 大概就是這樣 不知道 即是我們都是 吹吹水而已 那休息一會